大家好 我是怡姬 今天是24节气的小鼠 那小鼠的话要注意什么 其实就是开始正越来越热的 据前两年的统计 2020年跟2021年 其实这两年的平均过了小鼠之后 每天的温度是超过34度以上 不过还好是在小鼠之后 常常会有这个塞巴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午后雷阵雨 确实可以帮我们做一些消暑 那在这个时节的话 特别还要注意什么 就是我们注意这个饮食卫生 因为在这个时节 大家都会开始吃一些冰品 然后有些东西放久了 可能因为温度太高 它可能就有细菌的产生 然后会造成我们肠胃道的一些疾病 所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个 这支精油就是三脊胶 三脊胶的话 在原住民里面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马糕 那马糕大家都不陌生 有时候我们去玩的时候 会看到马糕鸡汤或是马糕香肠 为什么要做在这个这个食品里面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化学结构是 就是凝红西跟它的香叶犬还有成花犬 这个犬的部分是一个很棒的抗菌效果 可是却又非常温和 所以它有这个平民的香蜂草之称 就是因为它跟香蜂草的这个结构有一样 这一样的部分就是在这个犬类的部分 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其实因为开始很热了 尤其我们在台北 就是盆地又湿又热 其实心火也容易比较无望 可是像如果我们可以尝熏香像这种 有柠檬香气的精油的话 除了可以提振之外 也可以让我们比较心平气和 不会因为天气太热很阿杂很容易就跟人家有冲突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使用方式 再来的话三激胶其实它对于我们的呼吸道 还有我们的肺部是很好的一个保养的一支精油 为什么呢?其实本身像香蜂草它其实对于我们心血管 或呼吸道就很好 那因为它跟香蜂草又有相同的这个化学结构 在犬类的部分 所以它特别对于我们的肺部 如果有一些老肺的这个细胞 异常的细胞凋亡 它可以帮助我们来做这个异常细胞分裂这个周期 可以赶快把它代谢掉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如果有一些异常的细胞 代谢 突然它凋亡之后 如果没有代谢出去的话 其实也是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负担的 所以三激胶是一支很棒 对于我们呼吸道方面我们肺部的这些雕黄细胞 那再来的话 它还有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的皮肤 因为它这个群呢 有这个消毒 对于病毒啊细菌啊 增菌都有很棒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可以尤其对于这个油性肌肤 油性肌肤的话 因为它如果没有常常保持清洁的话 或是把这个油脂分泌平均的话 会很容易会滋生细菌 那脸部就会有这个错妆的情形 会长痘痘啊 粉刺这些会比较多 那我们可以把它调在我们的保养品里面 甚至我们在调在我们的洗脸 还有卸妆的这个保养品里面 我们像我们之前常常会用像柠檬精油加分六叶石油 这时候你就可以加一点像是三细胶啊 或是茶树也都不错 但三细胶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尤其更适合油性肌肤 那另外呢还要推荐给大家 就是因为进入到小暑之后 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中暑的情形 尤其进出冷气房跟外面很炎热的天气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常拿来帮我们自己做一个放松 跟降温降压 那仪器还蛮推荐大家可以用虚草跟薄荷 各一滴呢在我们的这个手掌心 然后再加上分六叶子油 分六叶子油可以用大概1比5 1比4的比例这样子 然后呢涂抹在我们的肩颈之后 还有后面可以拿上市公司送的这个粉筋 来做一个刮纱 不要等到很不舒服的再用 你常常想到的时候就可以来使用哦 可以让我们这个皮肤的皮表的温度 还有一些气血的部分可以比较流通 比较不会造成之后有这个中暑的情形哦 那还可以有推荐大家就是热饰也不错 因为它香气可以让我们心情比较快和下来 所以热饰加薄荷也是很好的选择 我们的肩颜色 如果我们的肩颜色 能够看完